好 接下来呢我们就讲心理发育阶段 第一个我们要开始讲的是精神分析的鼻祖弗洛伊德 那么我们会说精神分析呢它也是重视这个身体的 其中的一个来源或者证据呢 就是我们这边讲口御期 刚御期 俄迪普斯期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发育阶段 因为在当时的话就是弗洛伊德呢 他把就是说你的趋力你会主要是贯注在哪个方面 在哪个方面呢就是在哪些身体部位去获得满足 来就是进行这个心理阶段的发育的一个进行命令 那最开始的时候是口御期 口御期呢是零到一岁 我想就是有 我想很多人其实对这个是很熟悉的啊 所以我在这里呢就是跟大家过一下 那零到一岁的话就是因为对于一个婴儿来说 就是零到一岁最重要的一个活动是什么 是西云对吧 进食西云 那他会他觉得就说在这个时候就说 婴儿他主要的就是快乐的来源 是通过就是口腔来得到的 那属于在口御期的这个如果我们说这个来访者还是在口御期的话 就相当于是就是他的心理发育还在一个比较早期的阶段 那么很容易就是就是我们讲其实口御期跟后面讲的这个共生期 其实是有连结的 对不对 就是他会有就说就像婴儿期在零到一岁的话 他会跟母亲有很多的那种共生关系 而且在口御期就是会有那个吞噬感 因为是在吃吃吃吃吃 就是有吞噬 或者不管是咨询师跟来访者在一起 他可能会感觉到要被吞噬 或者说来访者的需求很大 当然这时候这个吃 就是我们讲就是婴儿是说吸奶对吧 那么很多时候我们也会经常讲好的乳房 那么当然了就说在咨询当中就是 我们并不是真的去喂养他 而是就是你的这种就是情感的喂养 以及你的精神的投入 然后呢就要给出很多很多 就是对于口御期的来访者 就像就是这个孩子还很小的时候 你要给很多很多的照顾 而你的照顾呢对于他来说就是他的奶水 然后这时候呢 你这个你的这个整个人 你这个好妈妈就对于他来说 就像是一个有很多奶水的好乳房 一直在供着他给予他滋养 那这是一个就是在口御期的一个心理发育阶段 就他很饿 需要很多很多的照顾 很多很多的滋养 但是呢就是口御期还有一个特点啊 就是说如果说他真的还是只是处在口御期 因为他不是就是一个婴儿 他是一个很受伤的婴儿 然后再加上一个有很大的防御的外壳的受伤的婴儿 因为如果说是一个正在成长中的婴儿 是要很多照顾啊 但是你照顾完以后 又会一个是就是我们看到那个婴儿就是 他的笑容是很 我们看到小婴儿就是那他在笑的时候 会感觉到纯真 感觉到柔软 就我们去看他的时候 然后呢有时候也会想去捏一捏啊 抱一抱啊 就是很可爱的 但是如果说一个来访者就处在一个口御期的话 第一他有那个很大的防御的外壳 第二他这个内在的婴儿是一个受伤的 伤痕累累的 也许还有那么一点点就是 你讲受了伤嘛 总归是会有一点 不管是扭曲啊 或者是等等的 会有很多就不再是那么个可爱的婴儿了啊 就会有很多 当然他也有可爱的婴儿的一面 但不止这个可爱的婴儿的一面 所以如果说我们在临床中碰到这个 处在口御期的来访者的话 咨询师有时候会感觉到就是 他需求很大 或者他的情感就非常的剧烈强烈 或者说他有很多防御的外壳 就像我前面讲到的那个来访者 他说如果一个得先天性心脏病的婴儿 你们也要就是收他钱吗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他的要求很高 对吧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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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他的防御的外壳很大 就他总是用这种 蔑视 审视 敌意的眼神来看你 或者是 就是 就是他在就是咨询时间到了 他觉得就说 哎你们太冷血了 或者是觉得说你们就是为了挣钱 等等 就是对咨询师有可能也会有很多的攻击 因为呢对于他来说就是 伤得越早 就痛得越深 那个保护可能就会越强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 我曾经碰到过一个 碰到过这样一个状况 就是 我觉得就是 在我们在一起的 这个整个的咨询时间段 我会感觉就是 我从来没有被这么 45分钟 一刻不停的盯着 而且这个盯着呢 就让我感觉就是 他随时就要扑过来 要紧紧的贴着那种感觉 说实在的这种感觉是 我是挺不舒服的 当然用另外一种原表述 就是很强烈的共生融合的渴望 就是要紧紧的去捏父母 你想他 他是另外一个性别 是个男性 就是我真的觉得那45分钟 他一刻不找到 他盯着我 正常情况其实我们是很难 很难这么45分钟 去看着一个人的 但是他就是这样做的 就是当然这里面背后 有很深的渴望了 但是被这么深的渴望 盯住着的话 那个感觉真的也 我是没有觉得有那么舒服的 就那你会看到 就是他的需求会非常的强烈 就是在读过是口语期 那另外一点的话 就是说不管是在什么期 其实我们说 他都也是会有一个谱的 对吧 有一个谱系的 当然不是所有的口语期的来访者 都是像我刚才举例的这样的 有的还是 就像我们讲边缘型能格结构 也有还蛮好的小边缘 也有就是种的不得了的 对吧 所以就是各个是 就是说很有一个程度的区别 那有时候我举一些例子 为了说明问题的话 可能会举稍微重一点的 因为这样子就会 就会比较清晰的来说明这个情况 那如果 接下来呢 就是刚预期 弗洛伊德呢 他就会 他就观察到就是 小孩子到一到三岁的时候 而其实就是这个呢 就是我会把 其实我们会看到 刚才我爸在讲口语期的时候 我就把后面的就是 关于就是共生 共生因为是那个 我们讲Margaret Mala 他有一个就是关于心理的诞生 那么他就会讲到 就也是讲这个心理的发育 他提到了一个共生期 这个口语期 其实跟共生期是联系在一起的 那我们还看跟各个昨天的 这个就是 我们的这个人际关系轴 就我们说 这个横线就像是一个倒着的婴儿 对吧 那纵轴呢 就是开始一个人可以站起来 那如果我 我再联系起来的话 就是说 今天我们讲这个的话 我们还会讲到就是 比如说如果是Mainani Client的话 那在口语期的来访者 他其实相当是 还是处在偏执分裂位的 那就是社会精神分析学家 就是Eriksson的话 在口语期的话 其实他是在这个 在第一个阶段 其实在建立一个 基本的信任感的阶段 就是关于信任对不信任 其实就是我们从这里呢 我们会看到就是 不同的精神分析师啊 或者精神分析学家 他们在进行这个分类的时候 他其实有时候是同一个现象 他从不同的角度 然后来进行分类 进行命名 或者是说 他在不同的层面上 去进行分类 进行命名 这当中是有 不都是有 就是有一些是交叉的 就看你主要关注的在哪一点 那像弗洛伊德 他就关注的是 我前面说过 就是说 他在哪个 在 他这种就是在趋力 会灌注在 他的什么身体部位 而在什么身体部位 获得满足感 来进行划分的 所以呢 就是接下来的第二阶段呢 叫刚预期 那么对于刚预期的话 其实他是一到三岁 一到三岁的话 其实很重要 他为什么是在 说是刚预期 这时候就是有一个 很重要的 对一个幼儿来说 他有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活动内容 排便 对吧 如果就是 我们去看 就是说 特别因为 特别是父母 会会注意小孩的 这个阶段 就是说 在这个阶段 当然就是 每一个家庭 就是每一个地方 他有他的习俗 然后呢 对于什么时候 训练小孩子开始大便 有一些差异 但是很多时候 一到三岁 是 实在都在训练了 因为特别是 以前还有脱班 对吧 脱班是两岁 开始上幼儿园 那么脱班的时候 其实你要进脱班的话 一般也会要求 就是你会自己上厕所 至少会叫 然后如果说上幼儿园 刚好是三岁 对不对 三岁可以开始上幼儿园了 那一般 这时候小朋友都会 都要会 会大便了 对吧 就是不是在 不是在扎尿布了 所以呢 就是在刚预期的话 他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 就是排便训练 而这时候小朋友 就是他感觉到 就是趋力啊 或者是他的兴奋的一个 就是感觉到快乐 兴奋的一个来源的地方 是他的肛门 而且在这个时候 就是说 他会发现 就是说 他可以控制他的这个 因为肛门扩约肌 开始成熟了 在一岁以前 他也是做不到的 的确也是差不多 从生理发育 要到这个时候 每个小孩 还是有一点区别 他开始就可以去 控制自己的 那个肛门扩约肌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会带来一些掌控感 而掌控感呢 也会带来那种快乐感 那 那所以就是 刚预期会有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特点 是什么 控制 还有抑制 对不对 他真的很多 我们中国人 还有一句话 叫做什么 三岁看大 七岁看老 是不是 其实七岁刚好就是 过了尔蒂布斯去 就是古话是很有智慧的 那刚预期就是他 就是我们会看到 就是其实相当是他站着 然后我们昨天就是 这个竖着的主题的话 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什么 其实关于控制 以及关于自我决断 是不是 那从那个 Eriksson的话 其实他是体验一个 意志的实现 其实都是有联系的 对不对 就是在刚预期阶段的话 我们讲就是一个 意志的实现 对吧 那我们会知道 有一个词 叫做Terrible Two Terrible Two 是吧 就是可怕的两岁 其实他也是处在刚预期 因为呢 就是这时候 就我们要去观察小孩 很多的 或者因为我也没有去观察过 做那么多的小孩观察 但我只是说 我去观察我自己的孩子 我会发现 他们都是差不多在这个年龄 就是特别要去实现自己的意志 因为重要的时候 重要的事情不是你叫他做什么 而是他要跟你反着来 他要去显示说 其实我有自己的想法 我要实现 所以呢 就是后来我就 我如果想让他帮我关门 我就说你帮妈妈把门开大一点 好不好 然后他就很高兴地去把门给关上了 在这个时期的话 那么对我们临床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你会发现就是 有很多关于控制的主题 那很多时候可能就是 就是说我们要协商的来 让他感觉到自己的意志是被尊重的 因为他会出问题的话 是因为他卡在这个地方了 这是一个 那么第二个我还有一个有想说的是 就是说在刚预期的时候 就是说对婴儿来说 对或者在这个年龄段的这个幼儿来说 就是他排出粪便 就是他我刚才说前面说过 他体验到自己对这个扩约肌的掌控感 还有呢就说他排出粪便的话 他其实对于这个 这个粪便的话 是就说 就是因为他是从自己身体内排出去的 从自己身体内排出去的 然后其实也一个在一定程度上 他开始就是因为从体内排出自己的东西 就是关于内在跟外界的物品的区别 其实他开始正在就是关于界限 他开始正在形成一个更加清晰的界限 就是内在外在 然后从内在到外在 这个其实有些时候就是你 那种内在的心理结构的形成 有时候是需要就是外界的物品的 在一开始的时候 然后其实他们会觉得就是好像排出去了 还是自己的东西 因为其实那个的确也是自己的东西 对吧 那个所以呢 就是这个其实对于就形成界限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有帮助的一个阶段 包括就是从具体的物品 具体的物品 因为冲走了 其实就不是自己的 但是我们做父母的 有时候会发现 小朋友在一开始他不是那么愿意他的东西被冲走的 因为在这个时候就是他也在纠结的就是好像自己的一部分被拿掉了 自己的一部分被拿掉了 但是呢就是到后面的话他就习惯了 就习惯了 那他会更多的就是说 其实自己排出的东西其实是他开始不会觉得就是我们成年人会觉得说 啊这个是脏的 这个是就是就是是废物等等等等啊 但是对小朋友的内心一开始不是这样子的 他是属于自己的东西 然后怎么拿出去了 其实这也是挺新奇的 然后他可以控制 然后东西可以自己来自由控制 然后呢就是开始更好的区分内在和外在 然后这个对于界限的形成其实也是有帮助的 好吧 好接下来的话呢我们会讲这个俄迪普斯期 这个俄迪普斯期的话就是或者是俄迪普斯情节 是精神分析里面或者福德医德的一个很重要的发现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贡献 然后其实我们在前面讲俄迪普斯冲突的时候 我们已经提到了 已经讲到了 其实核心的是就是说 讲四到六岁的孩子的话 他当时的话四到六岁 那他们会就是说开始就是这时候他的趋力 他会集中在什么呢 集中在这个性器官上 他的性兴奋的点会在性器官上 然后呢 他可能因为这时候其实就是开始就是对性别更加的关注了 其实现实生活中 因为本来这个理论就是来源于现实生活 就是他们会开始会注意到说 哎 怎么有人有小弟弟而我是不是的 我可长的是不一样的 会去关注这个性器官 关注自己的性别 因为很小的孩子 因为很小的孩子你去问他什么是男孩什么是女孩 他们会说比如说男孩的头发比较短是吧 然后呢或者男孩穿的衣服的颜色 就是穿的衣服的颜色啦 就是他们一开始不会 因为核心的是就是性器官嘛 但是这个在这个时期的话 他们会更多的关注到就是性别 然后关注到性器官 这是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 我们就俄迪普斯冲突的话 或者俄迪普斯期就是 他会爱恋异性的父母 爱恋异性的父母 然后呢对同性的父母产生竞争和敌意 但是呢这里我们会介绍一个叫做阉割焦虑 阉割焦虑是就是因为 同性父母对他来说还是很强大的 但是他对同性父母会排斥 或者说在幻想层面 想要去杀死这个同性父母 然后占有异性父母 他会产生害怕 所以呢就害怕被惩罚 所以呢就产生了我们叫做这个阉割焦虑 就是阉割焦虑就是小弟弟被切掉嘛 那就是其实就是自己的男性特质被切掉 就所以就是会有这个俄迪普斯期 那么俄迪普斯期的话 其实也是 其实我们在讲俄迪普斯冲突的时候 我们就是会呈现的很 就是关于他的冲突会有什么表现 我们说的蛮多了 所以在这里的话 我就不再多说了 那么接下来呢是一个叫潜伏期 那潜伏期的话等于就是 其实就是学龄期的孩子 学龄期差不多六到十二岁 然后到了青春期的话 就是十二岁到十八岁这样 就是青春期 正常的一个青春期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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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